今天是議會、法規會可能會出進腦袋裡 那現在市府是不是你提要複議或者很有可能會提示線 昨天還要謝謝黃珊珊議員給我十分鐘的時間來說明我們對從小金的看法 我還是反對這種齊頭是一次性的消費 當然 我們今天還是會派有關的局處長 所以到議會去說明 就看議會怎麼處理 可是現在國民黨他們覺得你這樣子是在挑起世代的對立 不是啦 這很奇怪 是他們提案 又不是我提案 提案人 說別人挑起對立不是很奇怪 那你會提示線嗎 現在看起來 沒有啦 這個就是外科醫生的個性 前30秒再告訴你 那現在是會 如果過了三讀 市府會先提複議 再想啦 市長 反送中是不是顯示 因為現在要罷工罷課 是不是顯示這一國兩制好像失敗了 這不是講過很多遍了嗎 其實這樣啦 決定政策三原則嘛 民意專業價值嘛 所以 通常也不需要去跟民意對著幹 所以這也是北京方面要很審慎的思考 其實我跟你講 現在所有台灣人都睜大眼睛在看香港 看香港到底發生什麼事 所以因為這樣 我相信大陸方面真的要冷靜想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話要對香港民眾來打擊或鼓勵 這個要怎麼講 其實民主自由都不是天章掉下來的 市長 昨天賴金德再度在雨中又對你喊話跟挑戰 他說希望你退回兩岸一家親 希望你跟韓國瑜趕快覺悟 沒有啦 其實我兩岸一家親還好 我只是表達一個善意 就是說 這也沒有涉及到什麼政治層面 這只是表達一個說 我先揮揮手表達的善意 只有這樣而已 但是這樣 如果對大陸方面 你連願意說表達一個善意都不願意 我覺得還是麻煩 至少我們先表達善意 行不行再說 市長 你在專訪上面說兩岸不是外交關係 也不是國際關係 這部分可以再幫我們說明一下嗎 這個每一個字都是白話文 很多人解讀說市卷過關 因為是這樣啦 我們目前台灣政府還是有陸委會跟外交部 這表示說我們 除非是這樣 除非你要修改整個政府的組織 修改法令 不然你目前政府組織就是這樣啦 所以外交部跟陸委會還是不一樣 所以他就是很專屬定位的一個兩岸關係 其實應該這樣講啦 事實就是這樣 現實就是這樣 那你覺得是你的兩岸考試過關了嗎 因此你期末可以呈現 沒有 我跟你講 我不是講過嗎 考55分子 這個永遠都 我會發現很困難 只有補考資格 你要怎麼過關 太困難了 市長 昨天為什麼要提到說 郭台銘也有可能支持他 是因為他的一些 播化的一些願景 是你覺得可以認同嗎 不是啦 至少 我覺得 至少郭台銘當過大老 他是當大老闆的 至少行政能力應該是可以信任的 至少你要經營一個這麼大的公司 那有時候我們 這也是這樣啦 企業在用人 我們也是看paste history 除非一般來講 比較小的職務我們會讓 會用新人 年輕人嘗試 可是真的那個 你不會把那個最重要的 就是那種生死交官的位置交給一個沒有經驗的人 這也是蠻可怕的 像現在韓國瑜在那個北農發那個獎金的案子 現在北檢拖了兩年 現在才爆出來 你會覺得就是說 大家現在又質疑北檢這樣子做事 有一些特別的原因 應該去問北檢啦 他的反應比口農還慢 尾巴被打到 腦袋要想了兩年才想到 趕快看 我也不曉得 所以老實講 我每次講說 不會都不要再抱怨 我每次說司法還是要公平 其實一個公平可被信任的司法 是整個台灣社會努力的目標 當然到現在為止還不是 我每次看一下司法是公平的 要不要當台北市長 市長你剛剛說 重要位置不會讓給信任 意思是說韓國瑜比起來郭台銘是比韓國瑜還有資格 你剛剛不是說 重要位置不會給信任 那因為韓國瑜是比較像是政治的信任 那你現在是覺得說郭台銘 你為什麼會有這麼好的邏輯概念 民進黨的電話民調已經開始了 很多人會接到 請問接到 我只會接到 我平常手機都關靜一點 如果接到的話 你會選擇支持誰 聽說 你沒有客人這個選項是不是 有 市長 我們問一個市政題 我們問一個市政題 你就是說現在就是台北市的宜居增加 就是年輕人他們只能花一些少錢 然後去租一些很小的房子 宜居喔 對 租金越來越高 然後年輕人剛畢業 又沒有什麼錢可以租房子 所以他們現在租屋品質都很不好 但是又很貴 那個高房租高房價本來就是我們的大問題 不過老實講 我們當時在蓋公宅 後來想一想 我們在公宅蓋的品質就是蓋太貴 如果一個房租 房租叫我一個月花2萬塊 連我的收入都要住2萬塊 我都要想一下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像那種 像日本那種太空艙那種 其實我們要再思考一下 就是說英文叫affordable affordable就是可承擔的住家 所以他是這樣 在負擔得起最佳的居住情況 其實我們整個都發局最近 針對我們那個公宅的設計 有重新在思考 市長 現在民進黨主席的話題 賴清德在這個時候 對你提出兩岸一家境的挑戰 是不是您所謂之前講的 又要提起統獨的敏感神經來拉抬自己 賴清德也不用特別去提起 沒有啦 我跟你說 你們蔡社會贏 我不曉得 謝謝